日本首相野田嘉賢 今天在國會出席三黨黨魁辯論 他與自民黨總裁安培俊森辯論時提出 如果自民黨能夠支持下個國會會期的選舉制度改革 確保減少議員人數和開支 就可以最快在本月16日 即星期五解散國會眾議院 自民黨在辯論後 隨即宣布同意野田嘉賢的提議 將會在明年國會中 協助實現減少議員人數的目標 不過日本傳媒報導 野田嘉賢事前沒有透露風聲 突然決定令內閣和執政民主黨高層陷入混亂 民主黨高層認為 不可能在兩天內解散眾議院及完成選舉改革制度 有民主黨成員遞交抗議書反對 認為不應該在經濟衰退時解散眾議院 眾議院大選原定在明年夏天才舉行 但是野田今年8月 為爭取在野黨派支持加稅法案 承諾提早大選 在野自民黨和公民黨表示 野田嘉賢不在今年內解散眾議院 將向內閣提交不信任動議 補充議院在明年夏天有作為